去年年初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高调访华 参加在阿富汗举办的邻国部长级会议 中俄外长会晤在外界引起广泛关注 路透社等西方媒体大肆炒作 认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已经达到有史以来最牢固的水平 两国可能会借俄乌冲突为契机 建立起针对西方的军事联盟 以抗衡美国与北约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出面澄清 称这种意测纯属无中生有 中俄之间的确存在军事合作 但所有的合作都是公开透明的 并未组建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 其实西方完全是贼喊捉贼 要说军事同盟 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美国 除了3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以外 美国在全世界还有7大军事同盟国 这些国家深受美国信任 是美国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核心力量 而且其中有5个都安插在中国的周围 那么这7个军事同盟国分别是谁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世界两极格局崩塌 开始向一超多强的方向发展 国际关系重新洗牌 各国最关心的利益也发生了巨变 但是不论怎样变化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 都离不开两大核心利益 一个是地缘政治 一个是经济贸易 经济贸易很好理解 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 各国经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果今天哪个国家还闭门造车的话 内需外需都很难满足 撑不了多久就会被市场淘汰 最直观的例子就是中国 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30年间 从一穷二白的弱国 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政治 军事 科技 文化等各个领域稳步增长 甚至即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 就是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瞅准了经济贸易这个时代风口 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的市场环境 发挥自身的人口和资源优势 在全体国民团结一心的努力之下 创造出今天令世界主目的成就 那么地缘政治又是指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地理位置 周边有哪些朋友和敌人 在维护主权和扩大影响力的过程中 存在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古今中外 大国争霸和兴衰 从来少不了地缘政治的博弈 比如冷战时期 为了对广大东南亚国家进行封锁和压制 美国务卿杜勒斯就第一个提出 所谓三大岛链战略 在太平洋上的各个国家和岛屿上 部署了大量的海外驻军 构成一个新月形的东方湖线 目的就是把亚洲国家的海军力量 死死限制在三大岛链以内 从地图上看 第一岛链扼住了东海和南海的咽喉要道 核心就是位于正中间的台湾岛 第二岛链以关岛为核心 关岛基地也是美军在太平洋 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 不论亚太范围内任何地区发生战事 美国军机从这里出发 都能在12小时内抵达 第三岛链的中心则是夏威夷 这里驻扎着美军的舰队司令部 既是美国远东战略的后方堡垒 同时也是美国本土的最后一道防线 五艘核动力航母及200艘舰艇 是这里成为美军海外军事力量 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三大岛链原本是冷战时期 拿来对付苏联的 苏联解体理应失去继续存在的必要 但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崛起 让美国人重新看到了它的价值 很快拾起这三道锁链 不计一切代价对中国海军进行围堵 从综合国力而言 当今世界排在前二的 毫无疑问就是美国和中国 而这两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发展 都比较全面 几乎没有任何短板 对于经济贸易和地缘政治安全 这两大块 看得也是同等重要的 而日本 韩国以及大部分欧盟国家 则一直奉行重经贸 轻地缘的和平主义战略 至于朝鲜 伊朗 以及我们的北方邻国俄罗斯 则由于内部经济改革的势力 长期以来坚持地缘安全为主的策略 对经济的重视程度反而没有能高 诚然 中国与俄罗斯都在寻求崛起 但两个国家走的路线却截然不同 俄罗斯一方面苦于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 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对帝国荣耀的偏执 地缘政治仍然是他们扩大影响力的核心课题 军事占领仍然是俄罗斯壮大实力的主要手段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稳步崛起 主要是与国际社会经济金融的高度融合 通过日益增长的经贸合作 在全世界树立起一个诚信互惠合作共赢的贸易伙伴形象 从核心利益来看 中俄之间实际上存在很多的不同点 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与俄罗斯都不会结成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关系 因为一旦迈出这一步 就等于给了美国一个全面制裁中国的绝佳理由 中国赖以发展的经济贸易必然会遭受巨大冲击 美国媒体之所以在大肆炒作中俄结盟 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邪恶的目的 千方百计想让中国贸易与西方脱钩 从而巩固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 那么中俄之间是否存在利益的交汇点呢 两国在地理位置上背靠背 都是浮原辽阔地大物博的能源大国 外交上又都受到美国的敌视和孤立 所以在地缘政治上当然存在高度一致的诉求 那就是维护自身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特别是现在美军基地遍布全球 五大军是盟国虎视亚太的情况下 一旦中俄其中一国受到外部侵犯 另一国应当给予类似盟国一样的援助配合 但这并不包括主动对外发起攻击 也就是现在这样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种关系才是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 也是让美国人最头疼的 因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强大 美国人心中的忧虑和恐惧只会越来越深 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七大盟国具体的分布位置 就一目了然了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随着二战结束 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 白宫就把自己视为整个地球的主宰 出台所谓远东战略 亚太战略 印太战略 核心目标分别指向苏联 中国和印度 俨然把世界当作自己玩弄游戏的棋盘 如今几十年过去 最有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就是中国 奥巴马发表就职演讲时就说 美国还要领导地球一百年 也必须领导地球一百年 拜登在谈及中国实用的词 则是极限竞争不对抗 字里行间充满了敌视和挑衅的意味 但是中美两国一个在亚洲一个在北美 几乎隔了半个地球 美国边长莫及 纵使有飞机航母 也难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直接遏制 怎么办呢 于是他就纠集了其他七个国家 组建起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 分别是英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泰国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七国当中除了前面两个 剩下五个都在亚太地区 而且几乎在中国东南方向上 构成了一条弧线 他们狼狈为奸沆瀘一气 自甘沦为美国霸权主义的马前卒 妄图对中国形成围堵 阻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下面我们就挨个来看一下 这七个国家的实力究竟如何 第一个是与美国同宗一脉的英国 美国在1776年独立以前 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两国不仅语言通用 在意识形态 国家制度 经济政策 乃至隐世爱好等方面都高度一致 英国历史上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日不落帝国 至今很多人英国人 仍沉浸在帝国的余晖中不能自拔 但其实在二战当中 英国国力耗损巨大 随着战后亚非拉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 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第二连三地丢失 国际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从此就以极快的速度衰败下去 这个时候英国人就需要寻找新的靠山 而美国正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美国当然也乐于接受英国这个小弟 毕竟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英国的军事实力 以及在欧洲的话语权 还是有很多可以利用的价值 所以英国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军事盟国之一 从那以后 美国一直以英国为跳板 试图控制整个北约 但欧洲国家不甘心做美国的走狗 跟英国也越来越不对付 2020年刚刚举行公投 把英国逐出了欧盟 第二个则是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加拿大 加拿大跟美国独享北美洲 国境线就像拿尺子画的一样整齐 别说边防哨所 连个哨甲都没有 整个加拿大的国防体系也是美国承包的 足见两个国家的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 加拿大对美国从来没有丝毫的防备 有人形象地把他们比作一对夫妻 既然是夫妻 当然要同心同德一致对外 所以谁要是敢欺负加拿大 美国绝不会坐视不管 美国出兵打哪个国家 加拿大也会派个几千人壮壮声势 比如当年朝鲜战争 联合国军最先报名的就是加拿大 只不过他们战斗力实在太弱 最后被解放军揍的一半人都请病假回国了 如果说英国和加拿大跟中国关系不大 那么下面五个国家可就都在中国的家门口了 首先是离我们最近的日本跟韩国 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 广岛上空两颗原子弹 日本直接被美国驯服 因为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发展多余的军事力量 美国即以防卫日本为由 与日本签订安保条约 把日本当作自己太平洋西岸最重要的军事据点 最大的就是冲绳群岛 美军在这里部署的军机足有上百架 距离我国台海近在支持 对中俄两国都是心腹大患 受到美国的包庇 近些年日本也在偷偷发展军事 现在整体实力早已超出自卫的标准 驱逐舰总量甚至超过了36艘 总吨位超过50万吨 世界排名来到第三的位置 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接下来就是韩国 韩国历任总统都说过一句话 驻韩美军就是韩国人民的保护神 韩国能够跻身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也离不开美国长期的扶持 更重要的是 韩国是所有这些国家当中 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国人将其示威 进入中国领土的高速通道 他们以应对朝鲜半岛核危机为由 在这里部署了第二步兵师 和第35防空炮兵旅 真正提防的却是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 韩国是罕见地实行全民征兵制的国家 男性公民到了年龄基本上都要服役 所以韩国虽然人口不多 但可动员兵力却高达304万 这一条也是其成为 美国军事同盟国的重要筹码 泰国对于中美的态度一直非常纠结 中国不仅是泰国入境游客最多的国家 也是世代牧林的友邦 但是他们地处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位置 尤其泰国湾市进入南海的重要通道 泰国人不敢得罪这位海上霸主 只能勉强答应下来 成为美国安插在东南亚的右翼军事盟国 长期以来 泰国一直奉行不轻易战队的国策 力求在中美战略中保持长期的平衡稳定 相比之下 处在第二岛链上的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却一直旗帜鲜明地敌视中国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上 还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争端 2022年美飞刚刚举行联合军演 解放军随即出动13架战机巡台已是回应 至于澳大利亚 则更是彻头彻尾的美国附庸 虽然实力不怎么样 但却一直以世界大国自居 眼下跟中国的关系 正处在老死不相往来的最低谷 总而言之 美国的七大军事同盟国各有特色 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却是貌合审理 对于这七个国家 我们一个都不能放松警惕 一定要时刻做好防御戒备 严厉打击一切来犯之敌 调利亚